第36到38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从前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年轻时体质较差 而且由于工作过于紧张 再加上用脑过度 身体变得十分虚弱 看了很多名医都不见成效 后来一位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 却没开药方 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名医 他听后思考了片刻 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此后他经常抽出时间 去看精彩的表演和喜剧 让自己开怀大笑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保持身心愉悦 他还去野外和海边度假 久而久之 他的身体逐渐恢复起来了 情绪犹如一把双刃剑 他可以充实精力和体力 提高活动效率 但情绪也会使人感到难过 降低自控能力 因此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 三十六 根据这段话 科学家身体虚弱的原因是什么 三十七 科学家听了医生的话后 是怎么做的 三十八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应该去准备了 我应该去准备了 三十八 可学家的反朗 我应该去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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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